夫杀妻 在庆余年中有两个杀妻灭子的渣男 一个是终极大反派庆帝 一个是男主角天字第一号的慈父范健 庆帝作为一个封建帝王 骨子里缺少人类的基本情感 全天下无论是百姓大臣还是皇族妻儿 在他心中都是统治国家的工具罢了 一旦他们失去了利用价值 庆帝就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抛弃并杀死 跟其他封建皇帝后宫家里三千人不同 庆帝在女色制方面算是相当的节制 甚至可以说是禁玉系了 他后宫的编制满打满算只有五个人 一个正宫皇后外加四个妃子 宁才人 淑贵妃 宜贵嫔 以及京东之乱后新录用的梅妃 除此之外 暗线女主角叶青梅用春药弥翻庆帝 再把她给枪杀了 两人也算是有既定事实的非正式夫妻 而这六个女人中 叶青梅跟皇后都是被庆帝杀死的 叶青梅身为一个穿越大女主 在庆国兴风作浪十几年 大居崩了两个清王 扶持庆帝一族上位 之后又用黑科技给庆国开挂 让这个立国仅仅几十年的边陲小国 变成了大陆霸主一级的存在 理论上 庆帝是应该把叶青梅像神明一样供起来的 利用他的开挂能力 让庆国江山永固才对 但是叶青梅一厢情愿地在庆国搞改革 不断地剥夺并损害庆帝一族的利益 最终触碰了皇权的容忍底线 被庆帝社局杀死 虽说是死于自己老情人的手上 但叶青梅其实也没有那么憋屈 正如她在给五竹的信里说的那番疑言式的宣告 这个世界都被老娘给玩转了 即使死了也只是因为无聊 不想继续折腾了而已 相比起来皇后这一辈子真是憋屈 当然这跟她的智商太低也有关系 跟其他后宫剧里的BossG皇后比起来 她就是个妥妥的战武渣 被庆帝操控了一辈子 后期惨收尾 当年皇后跟庆帝结合 就是皇族联姻的一步棋 庆帝对皇后基本是没啥感情 皇后虽然爱慕庆帝 但却拴不住她的心 而且皇后还被庆帝带着结奏 把满腔仇恨宣泄到了叶青梅的身上 并煽动族人发起了叛乱 杀害了叶青梅 庆帝这个幕后操盘手为了灭口 把皇后一族涂了一户口本 事后还高高在上的装逼 看在夫妻情分上饶顶一命 皇后在这之后 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太子的身上 想要等到儿子登基 自己就可以当皇太后咸语翻身了 结果太子又被庆帝给逼上了绝路 最后不得不在京都举逼谋反 结果被范贤大皇子镇压 皇后知道这回彻底完完了 绝望的她走上了城墙 一个无神蹦及把自己摔成了柄 结束了工具人悲催的一生 范贤虽说对范贤好的无可挑剔 但对于她的原配妻子而言 范贤却堪称天字第一号的渣男 某种程度上比庆帝还渣 范贤作为叶青梅的首席舔狗 在知道自己得不到女神芳心之后 改变了追心思路 把自己从一个榴莲花仿的堕落贵族 变成了一个居家的成熟好男人 范贤娶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子 并跟这个原配夫人生下了自己的长子 可这个儿子却被范贤献祭给了叶青梅 在太平别院血案中 顶替范贤被叛军所杀 原配夫人也因为丧子之痛 在生下范辱辱之后一遇而终 所以原配妻子也算是被范贤间接害死的 虽说包裹着一个看似很伟大的牺牲情怀 但依旧改变不了范贤的渣男本质 富杀子 庆帝一共有六个儿子 他其实只对一个儿子 也就是范贤动过杀心 可惜被主角光环给反杀了 而庆帝重点培养的太子二皇子 却在他畸形的父爱之下 最终被逼到了绝路 庆帝一生最看重的接班人就是太子李承前 从庆帝的视角来看 太子性格宽人 有守成之主的度量 如果他登级以后 肯定能善待其他的兄弟 不会为了皇位稳固对其赶尽杀绝 但是太子性格过于软弱 以至于有点优柔寡断了 所以需要一块磨刀石来帮他进行能力的升级 而庆帝选择的磨刀石就是二皇子李承泽 庆帝眼中的二皇子聪明过人 而且性格很辣 为达的目的不择手段 扶持二皇子势力可以给太子制造压力 让他不得不提升自己保住皇储之位 但即便二皇子再怎么优秀 庆帝也不可能将皇位传给他 因为此人心黑手狠而且虚伪至极 一旦登基之后必然效仿秦二世 把所有的兄弟都给杀干净 做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 结果庆帝在两个儿子中间玩了十几年的夺敌局 最终发展却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 太子在庆帝的高压政策下性格越来越软弱 太子投入了姑妈李云瑞的怀抱寻求温暖 结果彻底被玩坏了 二皇子则性格越来越扭曲 在明知得不到皇位的情况下 为了恶心庆帝故意去夺敌 他的最终目的已经不是皇位了 而是让庆帝后悔一辈子 在这种畸形的对立格局下 太子二皇子李云瑞最终绑成了利益共同体 被庆帝一步步逼到了举其谋反的绝境 庆帝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坐过了头 在叛乱平息后 庆帝给了太子二皇子一条生路 但却没有能挽回两个儿子的命 二皇子留下对庆帝的诅咒 观寡孤独后服毒自杀 太子则跟庆帝做了最后一次父子长谈后 坦然赴死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 一向傲娇的庆帝也不得不对陈平平坦白 是朕把两个儿子逼得太过了 孤直恋 太子跟长公主的乱伦之恋 严格说是太子单方面投入更多 长公主则更多地出于权力操控的考量 庆帝为了打造他所谓的理想接班人 把太子逼得精神到了崩溃边缘 而太子选择了用纵欲的方式来缓解压力 由于皇宫里对这种事情管得比较严 所以太子只能去外面逛窑子 日久天长安全措施做得不到位 于是染上了花柳病 本来太子有这种毛病可以彻底断绝他跟长公主的乱伦可能性 但陈平平却掺和进来了 让肺界治好了太子的病 还调治出了一种催情药 通过宗亲府送到了太子手里 太子本来就是对长公主蠢蠢欲动 这一下子花柳病痊愈了 还有了助攻神药 压抑已久的情欲直接爆发 在长公主从信阳回到广信宫后 孤子两个就玩嗨了 而从长公主的角度 他真正安恋的是亲哥哥庆帝 而庆帝对他也是有那种臭不要脸的情感流露 只不过庆帝自制力很强 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罢了 既然得不到皇帝哥哥 那就用太子当替代品 而且只要从肉体跟精神上都拿捏稳了太子 将来太子登基以后 李云锐就能独揽大权了 成为垂帘听政的慈禧 甚至玩也一点还可以当武则天 就在这种错位的心理欲气之下 太子跟长公主走上了乱伦的不归路 而且越玩越嗨越险越深 而这事情背后的操盘手陈平平见状 笑出了猪脚 他赶紧把右耳放出去 勾着庆帝开始下场调查 再加上范贤在背后助攻 这几拨人一合力 于是南庆历史上最大的宫廷丑闻 终于公之于众 孙杀奶 范贤一共有两个奶奶 一个是淡州的奶奶 另一个就是南庆太后 从血缘关系而言 范贤是太后的亲孙子 但这个孙子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奶奶 而且用最恶毒的方法 范贤杀太后的理由 就是当年太后间接逼死了叶青梅 所以她制造孙杀奶的人伦惨剧 算是替母报仇了 但这个理由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当年太后对叶青梅的各种操作 一多半都不是太后的本意 而是顺着庆帝的意愿去做的 说白了 太后就是个稳固庆帝皇权的大号工具人而已 当年叶青梅扶持成王一家上尉 自己在幕后操控庆国改革 跟皇族的矛盾越来越深 太后作为皇族的代表 自然要敲打一下叶青梅 希望她对皇权保持起码的尊重 不要浪过了头 于是太后勒令叶青梅嫁入后宫 成为理事族人 被叶青梅拒绝了 和平招揽失败后 太后又赐了白领给叶青梅 当然 太后知道叶青梅不可能真的把自己挂在房梁上 这跟白领也就是象征意义的威胁声明罢了 结果 叶青梅让五主把白领送回了太后请宫 吓得太后病了一个多月 也让庆帝对叶青梅的恐惧拉到了顶点 之后 庆帝发动了太平别院的血案 太后压根没有参与 充其量就是默许罢了 而这种默许 还是庆帝在积极推动为前提的 叶青梅死后 庆帝把太后一族给杀光了 老太太再怎么憋屈都不敢放个屁 在庆帝招范贤进宫之后 太后其实并没有为难过范贤 原因就是庆帝需要范贤去打压李云瑞 所以太后也跟着庆帝的节奏 对范贤保持中立态度 无论是出于亲情 还是庆帝的用人策略 但太后至少没有亏待过范贤 更没有给他挖坑射套 但范贤在趁着京都叛乱之际 独自闯入韩光殿 给太后喂下了散工丸 而且还在老太太床前嚣张地坦白了 他为什么杀她 物理伤害和心理攻势双冠齐下 确保太后绝对会死透 结果亲帝从大东山归来后 给太后经脉注入了王道真气 差点让太后回了一口气 把范贤做的曹丹事情告诉了庆帝 这也是范贤整部小说中 近况最绝望的一次 太后只要能说一句完整的话 范贤当场就会被庆帝拍成了笔 可惜主角光环终究还是盖过了一切 太后没能在王道真气加持下反杀范贤 让这个杀乃逆孙得以继续苟活 子是父 庆帝对范贤的情感走向 其实是一个闭环模式 从最开始的斩草除根 到最后父子只能活一个 而范贤对庆帝的感情 则是从最开始的低房加自保 逐渐走向了不杀我一家人 就活不了的弑父之路 在制造太平别院血案的时候 庆帝是把范贤的死也算进去了 而且执行等级跟杀死叶青梅一样高 只不过庆帝没算过范贤 这个老伙计献祭给了自己的儿子 换了范贤一条命 范贤被五竹带去了弹州以后 庆帝其实还想杀他 并派叶流云过去试探过 但庆帝更害怕 反复刺激五竹让他恢复了记忆 所以干脆就饶了范贤一命 在决定招范贤进京都的时候 庆帝对他是试探心理 他想看看这个野儿子到底有怎样的心境 是跟他老娘一样狂野不羁 还是可以培养成自己的好工具呢 前者直接杀 后者可以加以利用 结果范贤用奥斯卡影帝的演技骗过了庆帝 从此进入了父子相互利用的模式 庆帝利用范贤制衡李云锐势力 范贤则利用庆帝为自己揽权 在扳倒李云锐、太子、二皇子以后 庆帝对范贤的亲情指数升到了最高点 他认为这一对儿子中就这个私生子最能干 也最能把庆国带向他理想的方向 但这个阶段庆帝也对范贤最为忌惮 因为范贤已经成了天下第一权臣 将来即使三皇子继位 范贤也会成为幕后操盘手 把李氏的江山给改姓范 于是庆帝开始了各种姿势削范贤的权利 培养了以贺宗伟、阎兵云、叶丸为首的青年权臣制衡范贤 在陈平民死后 庆帝跟范贤走到了决裂边缘 但他依然幻想范贤是被陈平平蒙蔽 一旦父子面对面说清楚了 那一切都烟消云散 结果对于这时候的范贤来说 已经不再是用演戏来换取自保的时候了 庆帝杀死陈平平等于突破了范贤的底线 此刻的他已经陷入了囚徒困境 庆帝对于他来说就是一颗无法预测的炸弹 今天杀的是陈平平 那么明天就会是范贤、费戒以及范贤的妻儿 于是范贤决定宣桌子不玩了 他进攻跟庆帝摊牌要求单挑 被庆帝吊打后 北上跑到了神庙找回了武竹 最终在大宗师武竹加巴雷特狙击枪加九品巅峰真气的合力下 范贤成功是负 当上了庆云年首席的大孝子 兄妹恋 庆云年原著中 庆帝跟李云瑞的布伦恋比较隐晦 庆帝对李云瑞有战有欲 李云瑞也暗恋庆帝 但两人碍于皇族的尊严 一直没有挑破那层窗户纸 后来李云瑞在广信公跟庆帝对骂的时候 用挑衅的语气道破了庆帝的真心 你是喜欢我的 只不过我是你妹妹 可是那又如何 喜欢就是喜欢 就算你把心思藏于大东山脚下 藏在海里面 可依然会被你自己找到 心思是丢不掉的 但在一个书迷创作的庆云年同仁世界里 庆帝不但跟李云瑞捅破了窗户纸 还捅过了头 两人生下了一个私生子 由于是近亲繁衍 所以这个私生子天然呆傻 而庆帝为了掩盖这个丑闻 把这个傻子送给了林若府接锅 并取名一个名字叫林大宝 林大宝虽然天生痴呆 但却因为有大宗师庆帝的基因 所以被神庙选中 任命为大红袍苦修士 用高科技恢复了智商 还赋予了大宗师之力 最后林大宝的结局跟庆帝一样 被五竹开大杀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云瑞